提起何炯,相信大家都不陌生,他在娱乐圈中的好人员是人尽皆知的,因为他的情商很高,而且经常能很高地照顾别人的感受,所以大家都很喜欢他。 大家也都知道何炯和谢娜的关系非常好,谢娜人生中很多重要的场合和老师都有在场,谢娜结婚的时候,何炯是婚礼的私医,谢娜生孩子的时候,何炯也全程守在医院里面,不得不说谢娜今天能够有这么高的知名度,跟何炯是离不开关系的。 毕竟在快乐大本营的舞台上,可以看出何炯总会替他解除尴尬,而就是这样一位情商好的人,却也有一位永远无法原谅的人,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? 原来这件事情发生在几年前了,当时何炯老师做了一回月老,挫折了自己身边的一对好友,也就是吴敬怡和陈汉斌,婚后吴敬怡更是放弃了自己的演艺事业,可是令人没想到的是,陈汉斌居然婚内出轨了, 最后两人也只能走上离婚的道路,而何炯老师值得后也是感到很无奈,而且也觉得很愧疚,所以在吴敬怡离婚之后,他也尽量给他事业上的支持,有什么资源都会分享给吴敬怡,甚至自己的话剧《暗恋桃花园》都邀请吴敬怡来出演,而后来,何炯老师跟陈汉斌在节目中遇到,何炯老师更是全程都是黑脸,即使陈汉斌主动表达歉意,何炯老师仍不接受, 后来何炯老师在接受采访时,也说到自己心里人过不去那道看,无法原谅,而从吴敬怡最近的动态,我们可以看到如今的他依旧认真生活着,可是他所发布的微博中,却仅仅只有几十的评论量,如今在娱乐圈基本没什么人气了,不得不说,何炯老师的心地真善良,而且三观也很正。